厂长,这个厂长我们观战过呀 很强 很强 勘探员牛仔小说家律师 这个阵容的上限很高 但这个阵容不稳 这个阵容没有一个稳定的救人 并且牛仔不一定带博命 他们有可能没有博命 厂长的话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的理解厂长是一个手蚁型监管者 也就是说这波只要厂长能形成击倒 不要太晚 不要让穷者说 第一波你击倒了 他们就压击救人的这种情况 应该厂长 反而我觉得迎面大 他甚至是不带那个张狂的 直接带了个底牌 对自己的一个抓人也很有信心啊 牛仔 我觉得这把其实剧本 应该是厂长形成击倒 然后 滚血球 最终多抓 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 对于这套阵容打厂长的一个理解 当然这个理解的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求生者有可能一轮6 直接把你6穿了 6爆了 我一轮对不对 直接可能6个 4台 然后呢 压好机子来救人的那种 不给你任何机会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毕竟厂长这个角色抓人慢慢 但我觉得只要让厂长形成机会 跟大帅反着猜就对了 来 现在还有人能质疑我吗 这个局我说厂长赢了 过不过分 完全不过分 你们怎么救这拨人 厂长的闪现都没有交 这里再吸一本小说 没有黑炭 老下来 这刀打中牛仔 再换 哎呦 这拨小 哎呦 闪现追掉了这边小说家 呃 这个换有点亏啊 这个换有点亏 但是 受缘仔 飞轮顶掉 漂亮 啊 如果说选择卖掉这个牛仔 勘太原来了 讲道理 其实勘太原也没有必要来 因为求人者这里 嗯 勘太原可以来 勘太原来干嘛呢 勘太原来压着 压着给外面的小说家和律师 争取时间先把状态补了 对 勘太原过来可以 但是不要救人 这拨人真不能救 这拨人救不了 三块自体加飞轮 想试一试 试试就试试 试试就试试 真的不是 不是我 对吧 看不起你们 但是 他的这个场掌 操作真的有点好 不是 还有说法 是了 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蓄力 追刀 机子不够了 机子不够了 怎么说呢 你说这个看待云不来救吗 我说的不要来救 是站在上帝视角 并且是一个旁观者 有的时候有一句话 哎呦 当局者迷 旁观者 亲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再加上我对于这个厂长 因为我们观战过几次 知道这个人的操作真的有点 有点好的爆炸 所以说呢 不去救 爆瓶 是一个可能 我觉得不错的选择 但他去救 有没有问题啊 说实话 一点问题没有 我三块磁铁 加飞轮 满血 勘探员 外面两个队友 补状态 我这边操作一手 不说把这个牛仔饱活 拖一拖 或者救下来以后 我自己全身而退 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只是呢 这个厂长确实操作有点好 这老哥天导老师 蛮猛的 再丢一个玩 他是关键是大哥 他打这个厂长 他不带脏狂的 厂长不带脏狂 真的就是你要对自己的操作 很有自信啊 前面有地匠 拦不住 拦不住 这也不会吃震慎吧 投了吧 诶 想双刀 这不可能给你双刀 我的律师给双刀 不可能 还想再试试